九十,香港相報,須逢更隱蔽的配置模式 2015年7月14日金融證券 A05路人甲A古堡為戰,戰敗第六日,似乎興州已過六重山 三度上演千古以上漲停,作大盤更以紅衣兵的陣營 在四千點關前,擺開進攻的加息 冰封直至四千五百,僅僅三個入出日落之後 好在沒有人再擔心底在何方這樣真經特別周深的問題了 官方便臉然而,昨日證券監管當局組間特訪恆生電子杭州辦公大廈 約談多位高管,消息傳開,在盛夏學業之際 古民似乎背後又感到一股良意,卻又沒有吹冷氣機那樣的良爽 前天是休息日,領導門也沒閒著 證監會即發佈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昨天一上班,證監局就開茶,可謂馬不停提 股市剛有一點起飾,你就再亮劍 是不是非要把股市打下來財險本領 有站剛股民肯不理解地譜源,回想本輪股災 道火索就是查桿桿、查佩茲 然而到了六日、七日、八日最危險的時後 官方放低身段 中國證券業協會相關領導會想表示 規範場外佩茲未設時間表 有券商根據自查報告拖線整改 允許延期展期,鼓勵調低平倉線等等 口氣那時相當的溫柔 剛紅了三天,官方就變臉了 這次官方不但行動快 而且還徹底否定了幾天前的說法 對層外配支等制定了核查時間表 19日文要求,國證監局要督促證券公司規範信息系統外部接入行為 並於7月底前後完成對證券公司制查情況的核實工作 中國證券業協會從2015年8月份開始進行評估認證 看樣子,對於槓桿配支的核查 這次官方示喊了稱陀鐵了心 既然如此,那將會對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 長期來看,當然是正面的 可以淨化行業環境 引導市場理性發展 但短期來說,或將影響本次超跌反彈的高度 讓五千點以上的暫光者 心氣韌,沒有著落,從中期來說 失去了槓桿的魔力 五千一百七十八或是今年內的高點 換句話說,此次反彈要想往中心發展 成為反轉,已然渺茫 按下護路浮起嫖骨齒 我們不會懷疑官方此次加大核查配支的決心 但我們質疑官方此次核查配支的態度 只許周官放火,不准白星點燈 在核查民間配支的同時 卻以救市的名義 放縱銀行的配製 以上市公司大股東、高管增持或回購股票 為加槓桿目的的銀行配支潮正開始顯現出來 據了解,目前大多數銀行為者行業沒有提供的槓桿比率為一 一、稍激盡的商業銀行最高能放到一、一點五 甚至,有些成商行甚至將槓桿放到了一、二、 已經遠遠高過了融資融圈的槓桿率 而商業銀行者一新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證監會的舊市表態 只許銀行配支,不許民間配支 這槓桿還能槓下萊馬,按下護路 浮起了一個更大的嫖 官方也應該關注一下配支的大嫖娥 故此,我們不會懷疑官方此次加大核查配支的決心 但我們質疑官方此次核查配支的系統適應 只要兩用等融資方式無法滿足投機需求的話 場外融資的業務就會一直存在 最終差別可能只是在具體配支的形式或業務開展的成本方面 目前A股市場行程的走勢仍然與槓桿資金有著密切聯繫 加上配支業務本身利潤豐厚,市場空間巨大 一個渠道的配支方式被監管後 可能還會有其他成本更低,更隱蔽的配支模式被創新出來 我們要相信中國人民逃避監管的大致為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這是中國歷次改革中,經常碰上的現象 一查就跌,一放就倒 這也是中國A股監管經常碰到的難題 據額配支槓桿市借倫牛市中新生的事物 對其監管更要從長遠性著眼,從系統性著手 做好槓桿市場調整的控制風險預案,並樹立規範標準 《路人甲》